核酸检测是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的主要检除方法和判断标准 由于烟柿子采集不是呼吸道深部采样 加之检测的视觉的灵敏度不能百分之百一次识别出所有的感染者 为了慎重需要根据检测结果对重点区域和重点人员进行多次采样检测 二是新冠病毒的引力性很强 不同的感染者排毒时间是不相同 在我市出现的病例中有连续两次核酸检测均为阴性 直到第三次检测才呈阳性的 所以重复检测是非常必要的